好 假設現在模型做完了 模型做完後我會做一個事情很重要的要做檢查 不管你之後有要猜UV 或者是做綁骨架之前都一定要做這個檢查 我們看我們的Location、Rotation跟Scale 像我們剛剛複製出來的時候 像這個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我自己故意到這裡 Scale我是有縮小的 我並不是進到Edit Mode去做編輯模型 我在Object的時候有做縮小 這個會對於我們之後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會有影響 雖然目前是等比例縮放 如果他不是等比例縮放的話 在模型上股價的時候會有特別明顯的問題 那如果要修正這個呢 我們要把Scale也回歸到0 我們再按Alt 按Ctrl A 他這裡叫Apply 可以把Scale 歸到0 像是我們這顆聖誕樹 這些他模型的細節 其實我們中心點其實都可以歸到 物件的中心 所以我們這裡也是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物件 Location也歸到0 像他們的中心都是在世界中心 他們的中心都是在同一個位置 大概像這樣彩帶啊這些東西 也是一樣 我們也可以把他 位置歸到0 其實方便 其實特別特別尤其是Scale 因為物件有時候物件的軸心不變 有時候是為了方便我們之後 模型啊股價操作使用 所以對於模型的旋轉位於說放的歸零 這個歸零不是說位置回到0的Alt G AltR AltS 這也是指的是把他們的參數的 預設 預設值先是2到0 這樣之後我們AltG AltR AltS 的歸零的位置才會是 以這個位置為修正 叫做CtrlA 他可以選擇位於處方後 全部一起去修正 CtrlA